大亞灣核電廠應變計劃連續第二天舉行演習 今次就模擬核事故惡化食物環境衛生署 要在敏感度食品管制辦事處 加強檢測入口食物的輻射水平 當中拋潑蔬菜及肉類等等 而現時大約有600輛貨車每日經敏感度運食物來香港 演習亦在屯門醫院設立緊急輻射中心 模擬有市民受到輻射感染 被送到中心接受著上保護衣的工作人員檢查 其中一個情況嚴重的輻射病人 需要接受花部門醫療專家小組大約50分鐘的輻射清洗 之後再轉送病房治療 至於食環署就說平日只會抽驗大約10架 運送食物來香港的貨車 一旦遇到核事故會立即啟動應變計劃 相信輻射超標的食物流入香港的機會不高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